9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互联网家医疗健康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应用。 卫健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表示,互联网家医疗健康具有突破时空的特点,在找到可能的感染者减少传播途径,降低感染风险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远离线下的接住,避免了患者交叉感染,第二个方面是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扩大了医疗资源的供给,比如说广东省支援荆州的医疗队联合荆州市建立了互联网医院,广东15家医疗机构,1300多名医生自愿参加,他们上线18天总访问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 等于是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第三个方面是负能旗帜增效,强化了基层的服务能力,通过远程教育开展培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和个人防护的能力。 人工智能应用于新冠肺炎的CT毒片,提升了一线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卫健委人才中心主任张俊华介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持续蔓延,为了向海外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工作人员、留学生提供权威、规范、科学的疫情防控知识,国家卫健委建设了相应的互联网咨询平台。 今年3月2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依托一带一路医学人才培养联盟网站, 承担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海外华人华侨互联网咨询服务平台的设计开发任务。 截止今天,这个平台累计的访问量达到了1.5亿人次,直接提供咨询服务的人次数超过了600万。 张俊华表示,疫情期间,海外华侨华人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互联网咨询平台能够帮助他们疏解压力、答疑解惑。 有的留学人员问,我们又要完成学业,正在写论文,心理压力又大,又想回国,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请的是钟南山院士来回答的。 他告诉留学生说,这个困难的时候,正是磨练意志,促进咱们年轻人尽快地成熟起来。 一方面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一方面还要完成学业。 因为钟南山院士年轻的时候,也有留学的经历,用他切身的经历来安抚我们的留学人员。 毛全安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加优势,支撑常态化疫情防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